E.A.Sports It's in the game 完全沒有接觸過穿搭的朋友 也能夠傳出個人氣質的風格 幸運的是在經過漫長的親身體驗之後 我找到了 那就是戶外風 聽到這裡也許你的腦海已經冒出一些非常狂野的畫面 例如這樣又或者這樣 各位先不要急 下面我將從各個維度跟各位分享 如何利用戶外單品 從路人中脫穎而出 成為會穿搭的普通男生 首先是版型 現在我手上拿的這一條就是我今年秋冬最最最推薦給各位的一條褲子 Patagonia的Torrent Shelf 我只說一遍 任何身材任何身高任何體重任何顏值 都能駕馭這一套褲子 兼容性堪比喜劇片中的省得 三級片中的虛景將 Torrent Shelf有著恰到好處的褲筒寬度和全脂筒褲型 無論你是大腿出小腿出還是上下一樣出的腿型 穿起來都能如暮春風 七進七出 整個下半身仿佛得到了完全的解放 褲子的長度更是體貼而分成了O版跟亞版 長腿冠人跟夢幻五五身 不再相隔著賣家秀跟買家秀的距離 這時候只需搭配上一雙普通的運動鞋 加一件普通的套頭衛衣 然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穿的乾淨好看就是這麼簡單 你試想一下嘛 論版型跟舒適性 還有什麼風格的單品能比得上這個星球上 最熱愛走路的那幫人穿的褲子呢 除了褲子之外 戶外品牌的外套版型 同樣也是其他風格的品牌無法比擬的 通常其他風格的單品想要得到一個好的效果 都會對身材上有所限制 比如City Boy需要很瘦 運動風需要帶點小肌肉 還有一些時裝一點的 則需要長腿怪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靠身材Carry 而戶外品牌的外套 它版型設計的最大目的 就是為了讓你穿上去顯得合身 不會太寬鬆也不會太緊 無論你是肩寬還是肩窄 有肚子沒肚子 它在衣寬和肩寬上 都留有一個很大的寬容度 使得不同身材的人都能夠駕馭 像我最近買的哥倫比亞夾克外套 作為戶外品牌的單品 首先它要確保它的合身性 因此它在版型上 沒有做時下流行的落肩或者擴肩 但因為它的衣寬和腋下的位置 適當的加寬了 所以穿上也不會覺得擁擠 再借做硬挺的面料 即便微胖如我 雙身效果也若無為幹練 對我小肚子的男生來說絕對是秋冬的完美單品 接下來是戶外單品的潮流元素 像Norvice跟Supreme還有Nanamica的合作 Colombia跟Beans的常規聯名 一直是穿搭潮流門的熱門之選 不過這些跟你都沒有熱門關係 因為這些潮流單品並不一定能讓你穿的好看 而且價格太貴了 那普通的戶外單品穿起來危險的圖們不會 事實相反很多現在潮流大人推崇的 單品的設計靈感也是來源於戶外單品 另外現在很多品牌和褲子都做了側拉鏈 靈感也是來源於戶外長庫中方便穿多3D靴的設計 像Patagonia的這條Torrent Shell 它的側拉鏈就可以拉到膝蓋左右的位置 坦白你想要潮流位更足一點的款式 我這邊也有一款 去年北野富克的滑雪系列SteepTek外套 高領微博加上短衣長設計 其實非常適合做一些層次感的穿搭 裡面搭一件純色短袖露出下板 整身的搭配就已經顯得非常的飽滿 第三點就是咱們經常提到的性價比 我想說的是沒有一個風格的單品 能比戶外單品性價比高 你買一條500多元的普通修鞋褲 也許穿兩三年版型就會有所改變 面料也會因為你多次穿著與洗滴發生破損 這條是我去年在書鞋買的褲子 就穿了一年已經變成這樣了 而相比之下你只需要花相同的價格 你就能獲得一條其面料可以象徵 人類現代服裝工業頂封且經速做了24小時破外星洗滴 而去水測試的褲子 一樣的價格 除了這條褲子之外 我還有一件北野的三合一外套 2013年花1700多塊錢買的 穿了七八年直到現在 版型防暖性防水性沒有出現過任何的問題 這就是戶外單品的性價比 你只需要花一個十分合理的價格 就能買到一件可以穿很久很久的衣服 更不用說這些單品的款式都非常的經典 201314年吧我去了一次 剛剛開始有點名氣的道成雅丁 雖然說本質上它還是一次旅遊 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戶外徒步的魅力 把自己完全自身於大自然當中的感覺 是許多其他運動都無法給到我的 所以慢慢的我也開始去了解各種不同的戶外單品 不同的款式不同的性能 然後買的戶外單品也變得越來越多 我是相信如果各位慢慢去接觸一些戶外單品的話 你們的生活方式也會因為這些衣服而發生改變 也許你會嘗試去爬山去露營嘗試走出城市 去測試一下這些衣服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牛逼 你的性格會變得更加開朗 你的心態會變得更加的豁達 而這一點對於大部分普通男生來說 一定是能很大程度上提升個人氣質的 更不用說身體變得更加健康了 這個提升個人氣質的方法是不是很容易 當然我知道這個視頻可能不是你想看的那種 通過穿搭來提升個人氣質的視頻 但這個方法真的非常有效 如果無效的話 儘管來找我 私信評論彈幕都可以 最後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通過戶外運動 來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加有趣吧 我是曹丹 我們下一期視頻再見 拜拜